在明朝的时候浙江沿海一带 很多人都是杀鱼的捕鱼的 大家知道杀业很重 杀业得到短命跟多病的果报 可是这一代的人有一个福报 就是他都拜观世音菩萨 就像现在很多人出海打鱼的都会拜 什么呢 马祖娘娘 你知道台湾有没有 马祖娘娘出游巡的时候 大家看到台湾的电影吧 全台湾都很疯狂 马祖出巡礼 当然现在是变成一种魂化 可是以前在做海边的人 每一个人都要拜马祖娘娘 因为马祖是他海上的守护神 同时在明朝的时候 沿海一带的人都拜观世音菩萨 因为大海来的时候 天气变化的时候 不但余补不到 连命都没有 有一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在定中就看到 沿海一带的众生 因为多生多节造沙业 会有地震灾难 而且会死掉那五分之四的众生 这时候大悲观世音菩萨 他流了眼泪 他想这些众生怎么办呢 你叫他不补鱼 那是不可能的 你叫他继续补吗 那又造恶业 他就沿海看一下 这些都是单身的帅哥 好吧我就变个美女来度他吧 这就在这里的经文讲 以女人 或现女生化度男子生 结果呢 因为观世音菩萨很有智慧 他是心清静的 看这张幻灯片 他就拿一个篮子 里面放了很多的鱼 因为沿海一带 大家都有鱼 而且是非常非常漂亮的鱼 卖鱼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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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旁边海边 每个人都这样眼瞪大大的 这么漂亮的女生来了 对不对 我要买鱼 他说不 我这个鱼不是卖的 他说突然就很多很多 他们很骚动 全部的男生都出来了 因为在沿海一带呢 捕鱼的不是女生 女生都在家里做家事多 所以所有海滩上的男生 通通都来了 大家呢 看他很漂亮 有些人就会说黄色笑话 挑逗他 说一些乱七八糟的 这时候这个女生呢 观世音菩萨化身说 我告诉你 你们都太帅了 有一个人说 你结婚了没有 他说没有 我在找老公啊 结果人说 我当你老公 我当你老公 他说一百多个人 我怎么做老公啊 这样吧 我有一个方法 来靠你们 我心的 他就从这个鱼栏里面呢 拿出一部 普门品 我有一部普门品 三天之内 谁能背呢 我就嫁给他 可以吗 哇这时候呢 他有神通力 每个人都发一本普门品 只有那一天 大家都不打鱼了 回家什么 南摩大悲观世音菩萨 妙法莲花经 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 就一直念一直念 哇从早到晚念 因为大家的心里呢 其实心里 他们想不想念经啊 那是假假的 他们内心是说 谁呢 这个念了普门品呢 就背了就可以娶他 结果呢 过了三天以后呢 这个鱼栏观音呢 就又拿着鱼栏来了 卖鱼哦 卖鱼哦 对不对 他就啊 所有的男生都来了 一百个人里面有五十个人能够背出 妙法莲华经 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 一个字不漏 都背的对 各位 你们背的出来吗 你们也共修念普门品吗 对不对 好 汉语拼音也没关系 结果五十个人就说 那怎么办呢 他说五十个人我也不可能啊 一个女生只能叫一个人做老公 所以我还有第二个方法 就拿出一部金刚经 金刚经比较长啊 回去念呢 对不对 时间给你多一点 五天 因为金刚经比较长 对不对 他说 那你这次不能骗人哦 他说你背完再说嘛 经文你要知道 要背的一字不漏是不容易的 不然你回去试试看 明天看看你背得出普门品吗 不容易的 对不对 世尊妙相聚 我今从问彼 佛子和英文 名为观世音 对不对 你要会念 也要会背嘛 对不对 我也念过普门品 不过还好 我没有想要讨老公 所以我没有背起来 也没有要讨老婆 我出家了 对不起 这是笑话 插播的 好他们就回去念呢 大乘金刚 波日波罗蜜精 对不对 而时世尊 对须菩提说 对对对对对 无人像 我像众生像 受者像 如来无有于众生得度者 如来若有众生得度者 如来则有 我人众生受者 你可以听到 沿海一带人 通通都在念 波日波罗蜜多心经 或是金刚经这样念 就过了五天以后 对不对 那个呢 观世音菩萨又出现了 卖鱼哦 卖鱼哦 这时候呢 有十个人背出来了 真不简单 他说这下你怎么办 这样好了 对不对 一个人做一个月的老婆吧 不可以不可以 这个违反五戒十善的 我怎么可以 这个月做这个老婆 那个月做老婆呢 没办法 这样好了 我就最后一次吧 我还有一部经 看你们谁能背得出来 妙法莲华经 二十八品 哇嘞 这么多 回去念吧 十个人回去 大臣妙法莲华经 对不对 二十 释迦摩尼佛放 梅间百毫放光 震动东邦百千万亿 那有他有选 对不对 就一直念 所以可见呢 他们折腾了他呢 两三个星期吧 对不对 可是这一代的人呢 为了通通想念他 大家都在念经 很认真的念 念念念念念念 过了 这些时间比较多一点 对不对 第一部经呢 普门品三天 金刚经呢 五天 法华经呢 他给他十天 十天念 妙法莲华经 妙法莲华经很多 有六万多字 二十八品啊 结果全部念完了 有一个叫做马郎 马郎 他的名字叫马郎 他长得非常的帅 非常有三根 他真的六万多字 全部都被玩了 最后呢 他就问 美女 你总该嫁给我了吧 很高兴 他说OK 准备 三天以后呢 我在你们村庄 几旬婚礼 耶 大家很高兴了 就开始呢 庆祝 因为呢 只有这个马郎呢 得到呢 奥斯卡金像奖 第一名嘛 娶了他 然后呢 对不对 那当然呢 整个村庄呢 都非常高兴 因为读了这么多经 只有他有智慧 所以把28瓶的这个妙法莲华金都全部这个背完了 就那天呢 村庄大家都非常高兴 因为虽然娶不到老婆 但是为他也很高兴 觉得这个村庄里面呢 得到了很多很多的祝福 所以他们就很热闹的要摆 就好像新加坡 整个国家有festival这样 他们就主行庆典 然后呢 从早上婚礼到中午 然后一直到 一直到晚上的时候 这吃完晚餐还没入洞房的时候呢 在吃饭的时候 呃 糟糕 新娘 耶死了 结果当天晚上 婚礼变商礼 全村庄的人都非常难过 觉得说 这么漂亮的这个女孩子 好不容易 这么多的辛苦 一步一步经念完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他竟然死了 死了又怎么办 那就停尸体了 第二天呢 全村庄的人全部办出病的丧礼 那马郎也很难过 因为他觉得 哎呀 我这么努力 念了这么多经 好不容易 我单身娶到老婆 只要我实在没有福报 这个女生却死掉了 死掉了以后呢 到了第二天晚上 他就 以中国的习俗 虽然没有过门 可是毕竟也举行了婚礼 她是你的太太的 只是一夜的太太而已 她就守在灵鹫的旁边 这时候突然听到风声 嗚嗚 天空中有跟她讲 马郎啊 你怎么还不觉悟啊 你以为那个人是谁啊 对不对 你打开棺材看看吧 对不对 她听完声音 我觉得好奇怪 对不对 因为她太太的尸体 放在里面嘛 对不对 然后她就呢 一半夜的时候把她的观想推啊 嘿 没有她太太的尸体啊 只是留了一个鞋子啊 空中跟她讲 马郎啊 那是观世音菩萨 为了度你 跟一切的众生啊 而来化现的 你真的有福报 起到观世音菩萨吗 对不对 结果这时候 她往天空一看 就看到了 鱼兰观音 现前了 观世音菩萨 真的骑了一条大鲤鱼 就在天空中 放光说 马郎啊 你要觉悟吧 那一刹那之间 她就发愿出家了 后来成为一代高僧 这个故事是真的 真的是吗 但是 听故事很高兴 但是这里要有几个启示 我给大家建议 第一 众生是很有淫欲心的 每个人都是喜欢 刚开始念经 其实根本都是想贪啊 贪什么 他们娶着漂亮的女孩 所以 众生的贪是很难断的 第二个 这一代沿海一代的人都杀身 杀身得到 短命跟多病 还有天灾地震 跟生命毁掉的灾难 所以一切法是离不开因果的 以昨天来讲 清因缘 所缘缘 等无间缘 真上缘 还记得吗 忘了话 那我就觉得 真是奥密托佛啊 对 记得 清因缘就是众生很贪 对不对 所缘缘呢 就是呢 他化现一个呢 这个漂亮的女孩子 来告诉你 观世音菩萨 等无间缘是什么 每天念经 念经念经 所以听好 念经有很大的功德 可以转众生的贡业 第四个真上缘呢 是最后那一天呢 结婚事线 马郎啊 你娶的那个女孩子啊 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他才真正的觉悟啊 所以放下自己的贪心 而出家修行了 后来他成为一代高僧 所以众生是造很多很多的业 你不要认为佛教里面 共修 念佛 诵经 敲钟没有功德 功德很大很大很大的 听好 解决问题有分两层 一个是表层的 一个是深层的 superficial的point 一个是deep point 譬如说一个人 他生病了 你赶快送他去医院 医生可以治他的病 但他不能治他的命 了解吗 我们为什么会生病 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业 当然我们的朋友 如果生病了 你应该去医院照顾他 煮饭给他吃 鼓励他跟他谈谈 这是很好 但是你若不改他的业啊 我告诉你 他还是会生病的 终止病好了 来生呢 他还是会生病的 所以你诵经念佛念咒 点灯做功德 这是改他的业 所以观世音菩萨在定中 看到沿海一带的众生 虽然很愚痴 业力显现 也要杀业而才能够生存 可是观世音菩萨没有放弃他们 那怎么改变他呢 化身一个众生最喜欢的美女来度他 所以下次小心哦 你看到的酷哥 辣妹帅哥美女 可能是观世音菩萨来的 真的哦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要有恭敬心 你不知道观世音菩萨会现什么样子来的 记得我从2003年讲 普贤时大愿到现在 我都会用很多例子告诉你 你不要认为佛菩萨现的那样子 都是很庄严很庄严 会 不过那样很大的功德力 你越执着什么 观世音菩萨就越现那个来考验你 你越讨厌小狗 观世音菩萨就是来架化你 他就变一只 蹦蹦 就看你 你能不能度他了 对不对 这是真的 所以 业是要靠自己去转变 那所有的众生呢 共业的人 那你就会有个问题 公开回答 如果这些众生 我的朋友都是做 沙盗淫望久 违反五戒十善的怎么办 没关系 不要放弃他 也劝他念佛 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给你听 我们台湾有一位莲友 他生了一个小孩 对不对 他出生的时候 有一天全身都变黑的 遇到了我西藏的上师 跟我们一起帮他诵经 对不对 他得到血友病 血友病就是 一碰到 他就流血 流血不止 有一天呢 他又送进了家户病房 医院 他家人赶快打电话给我 我那时候正在捷运上 MRT 我就说好 我帮他送进 我就开始念谱前行 念完以后 就帮他念佛 念咒 然后我就帮他观想 我什么都没看到 可是我突然体会到 这人过去杀生 杀什么 杀鸡 杀鸡 杀完以后 你们看到现在机长 机长掉着让他血流下来 有没有 有没有杀猪 然后血让他滴下来 就是因为杀 所以他就滴下来 所以他特别得到果报是什么呢 一碰到血就流出来 所以他不会停 他每一个礼拜都要去打一次针 五百新币的针 很可怜 那是他的业 所以有一天 然后当然我们帮他加持完了以后 我也知道了业 但他非常有福报 遇到了我上师 尊贵的仁波切 也遇到我们这么多莲友关怀他 每天帮他诵经 点灯做功德 所以他有善也有恶 就有一天 他的阿嬷 阿嬷也是我们的莲友 就跟他说 他名字叫佑佑 佑佑啊你知道吗 你造很多恶业啊 这么多仁波切 上师 连友都回向给你 你知道你前辈子做什么吗 他现在很明镜 我前辈子杀鸡的 他自己讲了 那他妹妹呢 也问他 你前辈子做什么 我杀猪的 真的 两个小朋友自己讲的 这么小都还记得前世 的确 所以就是业 所以换句话说 他就是造了很多的业 所以他今生受很多苦 可是在苦当中 我告诉你 他前辈子是杀鸡 杀完鸡以后呢 他留一半钱呢 也去供养三宝啦 知道吗 我讲这例子告诉你 若是你的朋友 是违反五戒十善的 不要放弃他 在他苦当中 更应该劝他来修行 你不劝他修行的话 他来生是更苦 更苦更苦的 同样的想一想 我们在轮回里面 我们又造了多少的苦呢 只是我们忘记了 不过这个小朋友 现在非常的友善根 对我去他家 帮他看佛堂了 他很高兴啊 对不对 他现在就慢慢长大 上幼稚园了 对他一进来 看到我 他会大礼拜啊 师父好 师父好 然后我请他吃巧克力 吃完以后 他突然呢 觉得很热 就把内裤一脱就跑了 就跑掉了 对 他非常喜欢我 对 我也发愿 将来我度他而成佛 可是他有他的业 他每次生变的时候 全家都弄得 几点不清 可是全家人也因为他这样 所以更精进学佛法 所以他们全家都变成佛教徒了 所以以前讲佛法 都不听啊 现在生出一个这样的宝宝 那怎么办 好啊 相互成就吧 请看几三 为了了悟空性的众生 请看八十七 会有性结 人无我跟法无我 即知道一切诸法 顿号离自性 离自性就是我这几天告诉你 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 当你发脾气的时候 你要问 谁在生气啊 我在哪里啊 那这样的人呢 顿号 未离开世间法 但是他比较喜欢 佛教里面有智慧的法门 跟般若波罗蜜的法门 那你要用空性的教法 如此教讨他 而且让他去观察 再看八十八 虽然讲空 但注意听空不是什么都没有 空当中因缘果报 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各位联友 对于你自己的起心动念 不管你学南传 北传 藏传 金刚称 只要违反五戒十善 那都是错的 最近有很多联友来跟我说 他很多恶业 遇到不好的善知识 过去了就过去了 要忏悔 你会遇到不好的善知识 也是你过去的恶业 过了就过了 送你两个字 从心开始 从新旧的心开始 从你的心里面去忏悔 你有佛性 所以选择善知识要谨慎 所有一切善知识的教法 以及自己所学习的佛法 都要符合因缘果报 请看八十八宗 对于欲业 跟因缘果报的道理 要生起坚定的相信跟接受 而没有呢 慢慢慢慢从这个因缘果里面去改的时候 你就会减低很多很多无量无边的痛苦 痛苦从哪里来 从你过去的业与烦恼跟现在的恶习来 特别是当你受很多痛苦的时候 应当发怨 要发怨 痛苦的时候要发怨 举个例子 现在生病了 我要发怨 佛菩萨 请你加持我 我忏悔我过去造的恶业 若我过去生 若我现在生 一念的恶心 一念的色情 我真诚的忏悔 先对自己忏悔 第二个也带我跟一切的众生都忏悔 因为众生都很苦啊 不管你的爸爸妈妈 亲朋好友 学佛不学佛 对不对 他都会造了很多的业嘛 我们生在人间 不可能完全的善业 第三个应该发怨 愿一切的众生在痛苦当中 能够觉悟而成佛 你要发这三类的愿 所以这里看 当比 当于受比痛苦的时候 不要执着 不喜就是不要执着 那个痛苦来逼迫你 反而要苦当中 发愿生起大悲心 对不对 我们今天讲啊 这个痛苦在哪里啊 痛苦在你的无名里面啊 对不起 今天教了歌 对不对 痛苦在哪里啊 痛苦在你的心里嘛 菩提在哪里呢 菩提在你的痛苦里面嘛 苦虽然是你的恶业 但是你有苦的时候 因为苦反而转变为 你度众生的功德 所以菩萨为什么常常说 要在人间 注意听 很多人说人间佛教 我要人间行菩萨道 那要有善根 要有很多条件的 你在人间 你会看到苦 而能够生大悲心 这很好 可是假如看到苦呢 有些人是绕跑的 有人看到苦啊 他还是不能够去改变的 最重要的 你不能改变你的心 你不能改变你的 因缘果报的话 那还是没有办法 行菩萨道的 了解吗 请看下面 再看 几次 假如有些众生 他虽然不喜欢 号要大乘佛法 他喜欢南传佛教 参加很多meditation center 也很好 他的语言嘛 对不对 请看八十九页 若有些对于申文城 或是出家 很耗耀 就要把它安置在那极尽处 极尽处是吗 远离红城 到清静的兰若 或闭关中心 在新加坡可能比较难 因为新加坡国土 本来就很小 你真正呢 要到远离闭关中心 我看只有到 Mouth favor去 对不对 花八三 可是我看你 到了花八三 应该是不会修禅修的 是什么 看夕阳 喝咖啡吧 其实新加坡很小 那为了利益众生 大家都很忙 都在都市里 所以佛法中心 达玛 center 大部分都在市区 真正修僧文城的人呢 是要远离红城 要到清静的闭关中心 或是我们叫做 懒弱处去修行 为什么呢 因为到清静的地方 你的干扰比较少 烦恼会轻一点 所以各位联友 如果利用周末 或放假的时候 去参加佛期 禅期 或短期的修持闭关 或短期出家 这是非常殊胜的 我要很赞叹 我们台湾也很流行 短期的这个禅期 佛期 守戒 八观摘戒 这是非常好的 接下来再看 若父有些人喜欢修十二因缘 或者各种 这个圣者的十种妙力 那你应当为他说 清静道论 或正阿罗汉果 所以南传佛教 也是佛的正法 听好 在大制度论里面 跟华言经 跟法华经 般若经说 菩萨虽然以 号妖大乘佛法为主 但是他也学生文法 我再讲一遍 菩萨虽然以 正大乘佛法为主 但是他也要通达 生文成法 他这样才能够度众生 比如说几个例子 文殊射利菩萨 要教射利佛 摩赫木见连 文殊菩萨虽然是大菩萨 可是他对生文的道理 是很了解的 那所有生文法 他的教法是四地十二因缘 还有一个是三十七道品 这是他修的内容 所以你也应该精进的学习 生文的教法 虽然我们是学大乘佛法 你不要说 这个是小成的 我不要学 错 你不学的话 你就将来没办法度 有缘的众生 就像老师 老师教数学 各种数学他都要学 他不能说 我只会教一加一等于二 那一乘以一呢 对不起 不要问我 那这样的话 你就不可能做数学老师嘛 对不对 所以他各种数学 从初级的数学 中级高级的数学都要学 再看九十颂 令其当得正觉成 获得极静极天去 对不对 那假如呢 他像正觉 就是正等正觉 他不是无上正等正觉 无上正等正觉 是指成佛的法门 这里是讲正觉 正觉就是呢 他要发愿 作为初轮回的这个圣者 所以他若好好修二成 身文跟圆觉的话呢 他可以得到极静处 或升到天上 而且因为他有神通 所以他可以看到 这一世过一世 过去是跟现在是 所有的因缘果报 所以你讲这个 身文成的教法 他会非常的精进 心会安住在法上 接下来再看第五个 总说 要度 要发 为力众生 愿成佛的这些心 有些众生 请看九十一诵 从出发心 到究竟成就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像大丈夫一样 难行能行 难忍能忍 他学各种善巧方便 舍离一切爱 顿好 以及不爱的 就是喜欢的东西 他能舍 一切不喜欢的东西 也能舍 接下来九二 九十二诵 这样子的话 这个成佛这条路 发菩提心 度众生 成佛这条路 是一切诸佛所赞叹的 有生起百千万亿 无量无边的功德而庄严的 他能够生起 世间跟出世间 非常亲近的信心 而且不断地学习经论 读经 诵经 甚至为众生说无量 唯妙 殊胜的佛法 这是九十二诵 接下来 对于原觉称 或僧文称 以及人天称 这些东西呢 他都会以 十善业道 来帮助他 所以 对于人天称的人呢 他也会教化他 所以 一切的教法 从十善业道 而做基础 好 祭宋我先讲到这里 所以我要画一条 以十善业道 所以听好 不管你学南传 北传 藏传 你怎么去判断一个正确的法门呢 你怎么判断这是一个正确的善知识呢 我前几天说 所说跟所行 要言行合一 那你怎么判断他呢 一定他的行为 就算是金刚称的上师 他一定要守五戒跟十善 假如这个上师是连五戒都 十善都不守的话 那我想你也不要跟他学 那这个上师 这个三成可能有问题 在这里我公开回答一个问题 有一个联友说 师父请问 开示什么叫三成共法 五成共法 那请问什么叫做不共法 英文里面共法叫做common practice 共法 不共法叫uncommon practice 讲五成共法是指 人 天 声闻 圆觉跟菩萨 五成共法是什么呢 五戒十善 就是这首祭送 就是不管你学南传 北传 藏传 你都要学的是根本的 共同的基础叫五戒十善 那三成共法 看这里三成有好几个解释 三成也是解 声闻 圆觉跟菩萨 这三个呢 共同的是什么 是觉悟的心 在大制度论里面讲 声闻菩提 圆觉菩提跟佛菩提 都要有觉悟的心 觉悟什么 觉悟苦空无常无我 所以苦空无常无我 是三成的共法 了解吗 好 那反过来讲 什么叫不共法 那就非常多了 那看你怎么讲 看你站在什么角度来讲 对人来讲 提问你 佛教跟非佛教徒 什么是不相同的 提问各位 佛教跟非佛教 你怎么判断 它不同的在哪里 东东啊 大家都睡着了 现在才九点十分 佛教跟非佛教 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没关系 讲一讲啊 大声讲 讲错没有关系 般若智慧是一个 这是很高的标准 很好 还有呢 你怎么判断 这个是佛教徒 跟非佛教徒 你怎么判断 这叫不共嘛 各位是佛教徒吗 请问 是吗 Are you sure you are buddhist 你确定你是佛教徒吗 好 那我问你 你怎么知道说 我是佛教徒 蛤 皈依 答对了 嗯 掌声鼓励一下 这边的对了 没错 我真正的皈依了三宝 那我就是佛教徒 假如我是一个 Buddhist scholar 我懂了很多很多 做了很多的conference 写了很多paper 你没有皈依 那你就不是佛教徒 就是这么酷 对 好 那我问你 佛教徒 那南传 南传跟大乘 供的地方是五戒十善 请问不供的地方是什么 南传跟北传 不供的地方是什么 糟糕了 以后要考试了 想一想 南传 你看南传 新加坡又有很多南传中心啊 那我们也有禅修啊 南传跟大乘 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南传跟大乘 不供的地方是什么 哈 什么 学菩萨道 对 那再具体一点呢 还有没有 糟糕了 明天我要买多一点巧克力 答对的有奖 答对 没有答对的 请祝海印古寺 好 还有没有 哈 成佛 对 这个是 哈 对不起 没听 说大声 大声一点 哈 肚众生 很好 简单的讲 南传跟北传 最大的差别是 南传希望自己成为圣人 出轮回 北传呢 是自己要出轮回 我要度一切众生 行菩萨道 成佛果 所以三个都答对 掌声鼓励一下 嗯 老菩萨 不错 所以南传的人 他不太敢发愿度众生 听到 现在的南传佛教 泰国司令官也度众生 但他不敢度什么 净虚空 骗法界 一切有缘无缘的人 我通通都度他成佛 他没有这个愿 南传跟大乘 不供的地方 简单讲 发菩提心 第二个 行菩萨道 三 行六度波罗蜜 第四个 成就无上的佛道 这是南传跟大乘不供的地方 了解吗 这是很重要的 请看下面问题 师父我在八观摘戒其中 我的客房跟我说话 当时我不想回答 但是我又觉得没有礼貌 因此猥琐到达 请问我有犯戒吗 因为有戒体 答案是没有 八观摘戒就是八观摘戒 那有些道场里叫你净虞 净虞是指 我不知道你这个连有写的 你为什么会跟房客说话 你是在家里修八观摘戒 还是在寺庙修八观摘戒 或许我猜的是你 这写的不是很清楚 不过回答你问题是说 假如你是在寺庙里面跟你一起来修行的话 那为了呢 很多道场想很多地方是散心杂话 所以有些道场会要求你说呢 不要讲话 可是禁语这一条是很好的因缘 但是它不在八观摘戒的戒条 所以答案是你没有破戒 你不要太紧张 师父请问下一个问题 前念不生既是心 后念不灭既是佛 这什么意思 好 像这一类问题 注意听 这个连有希望以后你要引经文 出自哪一部经 先红师虽然不会太笨 不过经太多了 不同的经它有不同的解释 你要告诉我出自哪一部经 假如你是问我经文 我建议你最好copy那一页 再用荧光笔涂起来 告诉我 那我会讲得比较正确 那我所理解这个 前念不生既是心 后念不灭既是佛 可能出自于禅宗 事实上这是般若经的经文 好 我昨天有讲过 点灯 前两天有没有讲过 点灯 从右边的灯 点到左边的灯 我们的念头从上游 游到中游 游到下游 像河流一样 前念不生 是说 假如我们现在去找一个 念头的根源 最早最早的念头 就像找瀑布一样 从下游啊 一直走到山里面呢 你会找到水的源头 请问这个源头的前面是什么 答案是 心也是了不可得的 当然你从世俗角来讲 你一定要河流 河流听好 河流是比喻 但是它不能完全说明 完全的道理 所以佛一定要用很多很多的比喻 有时候用虚空做比喻 有时候太阳做比喻 又用月亮做比喻 比喻只是让你去了解 但不要执着比喻 了解吗 好 我现在讲 比如说现在有个河流 从下游 中游 上游 那你找到源头 那你要找到源头怎么办 再钻下去啊 钻到土地里啊 土地以后再往下钻啊 再玩钻完就新加坡就是海底啦 是不是 那表示它根本没有一个出生的源头 所以前念不生的 就是你原来清净的心 后念不灭即是佛 是说我们的念头 好 请看 用河流做比喻 现在河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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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到新加坡 流到人家 然后流到水沟 排水道 然后流到大海里面去 那请问 在大海里面你可以分 前面的水 后面的水 中间的水 哪里的水吗 没有 到大海里面的时候 所有的水都是一体的 这个叫做佛 比喻为大圆净制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不过有点深 好 再答一个问题 我今天还有要教你们唱歌 师父 我了解生命来的是因为业力的关系 但是我很好奇在多生多劫之前 为什么有原因有生命呢 为什么众生会生在不同的地方呢 这里的地方是指六道 很好 听好 我们的业是像影子一样 看不到 但是它是一股很大很大的能量 那你会问 业放在哪里 业是跟着你的心 假如你一定要问说看得到的形象 业呢 有点像现在computer 有没有 它存在硬碟里 我们在打电脑 对不对 computer 打一打 然后打一打呢 就会save into the file 那个file或usb 那就像呢 你的心 其实你的心是广大无边的 虽然没有形象 但是它可以记忆你所有的记忆 不管好的 不好的 坏的 不坏的 但是在为氏里面这个叫做 第八是阿赖耶士 其实阿赖耶士呢 也是假名师舍 假名师舍就是给他一个名字 贴一个标签 这个usb叫做阿赖耶士 事实上连阿赖耶士也没有 所以从波尔波罗密的角度来讲 阿赖耶士也是了不可得 只是佛呢 在为氏的学派里面 为了帮助众生去理解 总是要给他一个名字 所以回答你的问题 业从哪里来 存在你的心来 那这个心显现的就是你的心念 所以当你在投胎的时候 看上爸爸妈妈 说你抱上妈妈的时候 你生出来的就是男生 你抱上爸爸的时候 你生出来的就是女生 所以叫做母子情长 妇女情生 异性相惜嘛 了解吗 所以因为夜经母血 然后呢 还有你的业力 然后你就投胎了 一投胎以后就到妈妈的子宫了 你过去的事情都忘掉了 那你哪时候会记得呢 等你生起了甚深的禅定 或是呢 很多你在做梦的时候 可能会了解过去事 这个问题就达到这里 师父我是一个15岁的青少年 在佛学班里面 很好 谢谢你来听经 很多学生都很向往 向往什么 这个字我看不太清楚 我想介绍佛法给他们 可是啊 这些年轻人都说 给他们听 给年轻人听 但是我每次呢 都被我的同学推出门了 感觉上好像很难 跟他们呢交流 communication 我有曾经尝试的 要跟他们说一些东西 但是法师请问我该怎么做 很好 这个问题是很好 你有菩提心 真正想帮助别人 但是听好帮助别人 第一个先跟他做好朋友 第二个 不一定要讲很多的佛学名词 比如说像这一次 菩提之良论 讲了很多很多 你可以讲计程车司机的 那个故事给他听 怎么转你的念头 听好在度 尤其是初学佛的人 或非学佛的人 要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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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有智慧跟有耐性 还要有善巧方便 不要一直在学佛 就跟他讲 你不吃素哦 你将来会变鸡啊 狗啊 猫啊 被人家吃啊 他说不血的 我在那不要做鸡呢 对不对 不要这样讲 你要用 不要用很多的佛教名词 这位小朋友 你问得很好 你要帮助你的朋友 跟他生活在一起 你常常有存他帮助的心 但是不可以呢 专门帮他做功课 帮他说话 帮他考试作弊 这个是不可以的 你要帮助他是帮助他正确的 第二个 讲佛教的故事给他听 用你自己的语言 You use your own language 不一定要用很多的 Buddhist terminology 不一定要用很多的佛教名词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朋友 在新加坡一样 你可能有基督教的朋友 天主教的朋友 印度教的朋友 回教的朋友 你讲的越多佛教名词 他离你越远越远越远 因为众生是很酷的 他看到你这个形象 他就不高兴 所以度众生是很不容易 所以大乘菩萨里面 注意听 为什么 文殊 普贤 观音 地藏 四个大菩萨里面 文殊 普贤 观音 三个都是在家留堂佛法的大菩萨 只有一个地藏菩萨 现出家相 因为菩萨要度众生 出家的师父当然有功德 可是有些状况呢 出家人是不太适合度的 比方说什么 妓女 屠夫 猎人 还有呢 赌场 这些人就要靠各位的在座大菩萨啦 好 今天这个问题先讲到这里 好 接下来请看 请看讲义 五十三页 饼巴 愿菩萨蜜 好 请看幻灯片 饼巴 愿菩萨蜜 分三 在五十三页第十九行 听好 有善巧方便菩萨蜜 有六度菩萨蜜善巧方便 第八个要发愿 愿很重要 注意听这一段 愿是一个目标 是一个理想 英文讲 Great vow Taking the great vow 第二个也可以叫个 ambition 是一个志向 佛教徒要发广大的愿心 注意听 但是你听完这一段 你就说 不可以过于不及 看这里 忠道很重要 有人觉得说 要发愿 好 我就天天发 嘴巴只发 根本不做 这也不可以 有些脸友也会公开问 师父 哎呀 师父 我怎么敢发 众生无边誓愿度 那度不完 我不知道去地狱吗 谁告诉你要去地狱 地狱有地藏菩萨 你怕什么 所以听好 不可以只光发愿不做 这个是不对的 也不可以说 因为愿很大 好像有人说 发了愿像开空头支票一样 不是这么讲的 发愿是要扩展你的心量 转化所有的功德 我再讲一遍 发愿是要转化你的心 因为你的心就是这么小 这么小 所以你今天在轮回 要破除你的执着跟心量 所以要广大如虚空 所以要发愿 知道吗 一定要发愿 对不对 但是呢 也不能说 因为发愿我做不到 所以将来会堕地狱 所以就不敢发愿 那你不敢发愿 你就永远继续轮回 所以这一段要注意听 很多的莲友 我都觉得很奇怪 很喜欢学佛法 常常听到一句 要么就是很罪过 要么呢 这个有造业 学习佛法不是这样 学习佛法要看整体 要多听经 多文法 你多问问题 我都永远有耐性回答你 但是听的佛法要整体的 所以请看下面 丁一总说 已经解释了方便波罗蜜 现在龙树菩萨说 要成就无上的大愿 要发愿波罗蜜 波罗蜜就是要跟般若相应 简单的讲 就像金刚经讲 我释迦摩尼佛发愿要度 净虚空 无量无边的众生 都让他成佛 可是我心中 没有一个众生可度 再讲一遍 世俗地上 我要发愿 度一切一切的众生都成佛 可是圣意地上 我真的没有众生可度 为什么说圣意地上 没有众生可度呢 这样你才不会骄傲 不会像一贯道一样 我要度众生 拼命拉 拉得越多 我先搬越高 他是度众生 但是他是非常执着 有众生可度 我也不怕一贯道来跟我挑战 因为我老爸就是一贯道 就变输我的 佛法他有他殊胜的地方 就像刚才讲 佛教跟外道不同的地方 波罗蜜 各位要多听经 要多思维 对不对 你对自己所学的佛法 要很有信心 所以菩萨第八个阶段 要发广大的怨心 这要有十大怨 所以底下听好 丁二 别显十大怨 这个十大怨 跟普贤十大怨 有一点不同 注意听 为什么不同 这里是针对 出地欢喜地菩萨 每一个人要发的怨 请翻开 五十四页第二十七行 有没有看到 五十四页第二十七行 菩萨欢喜地 有没有 我做了一个框框 你可以再写一个字 出地欢喜地 华严经有十地 这是第一个阶段 出地欢喜地 而普贤菩萨的十大怨 是指八地不动地的菩萨 而发的 所以普贤十大怨 当然也以这个十大怨 做基础 欢喜地的十大怨 做基础 但普贤菩萨的怨 是比这更广大无边的 好 那怨经文 明天我才讲 五十三页 有讲第一 供养诸佛院 对不对 很多很多的院 丁三是小节 那这十大怨呢 有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除了讲之外 我会尽量找图片 让你知道 比如说 供养诸佛院 是什么 它是一个文字 但是你可不可以找到 好的图片 来显示呢 事实上呢 我已经准备非常非常多的 你看 十大怨 各位可以先回去预习 你也可以按照这个发怨文去发 所以各位 你又会又问了一个 我很好很好的问题 请翻开讲义第七十七页 另外一本 也有人有问我说 师父我怎么发怨 我发觉我发这个怨 这个呢 不包含那个 那个不包含这个 很好 这个问题很好 所以我应供养了大家 七十七页到七十八页 是中国天才中 伟大的智者大师 他依照普贤十大怨 所写的发怨文 己守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 愿当正知弟子某某某 念你的名字 你就这样发怨 这个发怨 希望你每天发一次 七十七页到七十八 我今天没有时间讲 我只是告诉你 你要发怨 可以学这个 是非常好的发怨文 假如你去佛陀的圣地 像上次我带我的学生 去补迪迦也 全部就是发这个怨文 这个怨文的功德力 非常非常的大 是伟大的智者大师 按照普贤十大怨 来发怨的 好 所以发怨 点灯跟发怨呢 它是一起结合的 接下来 对不起 给我十分钟 现在要教大家点灯 请看 六十三页 请看 幻灯片 这是伟大的西藏阿迪侠 这个迪呢 可以写底 这没有关系 范文叫 阿迪侠 他在拉萨 我先说他的故事 专心听 让我讲个段落 题目的部分呢 其他的明天再答 我今天答了一点点 阿迪侠尊者在西藏呢 大概是七八世纪的时候 莲花生大士去弘法 过了呢 大概一百年 两百年以后 大概在第十世纪左右 西藏出了不好的国王 就像中国的这个三五之祸 把所有的佛像都摧灭了 所有众生都很苦 很多人呢 都是相信一些黑教 然后呢 众生很苦 这时候有很多的高僧 就到印度 纳烂陀寺 请阿迪侠尊者 去西藏弘法 他在请的时候 请了一次两次三次 那时候 阿迪侠是在 印度 我昨天放了 纳烂陀寺 对不对 前天吧 昨天还是前天 放纳烂陀寺的那个照片 他是住持 他教很多很多的 俗家中修行 那他这时候呢 因为人家请法 要到另外一个国家 从印度纳烂陀寺 不像现在很方便 坐飞机啊 交通工具 到印度 西藏去 西藏很多的是蛮荒的 还有咒术的 还有党基的 佛兰的 那甚至有人要杀他的 这时候呢 阿迪侠呢 就问 观世音菩萨 我要不要去啊 他主修叫杜姆寺 所以请看幻灯片 这是他西藏 在拉萨后来 见的杜姆寺 他每天拜观世音菩萨 就念 拜观世音菩萨 好了观世音菩萨出现 观世音菩萨告诉他 阿迪侠 你问我要不要去西藏 你得想一想啊 那边的众生是很难度的 你去了以后 会减瘦啊 减十年到二十年啊 你本来可以活十年二十年 你在这边利益很多众生啊 你要去的话 当然也可以 决定在这里 但是我告诉你 那边的众生 有些人很喜欢你 有些人会害你 甚至有些人还下毒啊 毒死你 所以你会减瘦 减十年到二十年 你自己想一想吧 他真的念到观世音菩萨现前 可是后来阿迪夏他想一想 哎呀 那我该不该去呢 众生请我奖金呢 请问 更问各位 假如现在有人请你到South Africa 你要去吗 有人点头啊 有人摇头 不容易啊 真的做菩萨真的不会 后来他想一想 我受过菩萨界啊 众生无边是愿度啊 虽然我去 人都会死的嘛 早死晚死都要死 那我要能够去帮助他 能够呢 把佛法传到那个地方 不是很好吗 后来他就发愿去了 真正去了 看半灯片 下一张伟大的阿提侠 他非常的庄严 他长得像菩萨一样 他相貌非常好 这叫讲经说法印 注意看这个图片的左边 就是他的右边 有一个叫舍利塔 专心听哦 心不要急 我们有车子等你 放心 新加坡12点之前 都有MRT的 我知道 拜托拜托 我很难得用心准备 就是说专心听 所以啊 他这个舍利塔 是永远带在他身边 他一到升起恶念的时候 甚至在骑马的时候 他叫马停下来 他就舍利塔放着 然后向右旋转 他就对这个舍利 因为舍利塔就代表佛嘛 所以他就对着舍利塔 忏悔 一直拜 拜到他恶念呢 没有了 他就再起来 骑马 所以你看 古来的大德 是非常精进的 传说这个舍利塔里面 放有释迦摩尼佛的舍利子 那这个舍利塔 后来流到西藏 所以他这个形状叫 阿提撒斯多巴 所以你看 古来的大德 很精进的 当然他视线为凡夫 也会有妄念 但是他一升起妄念的时候 他立刻就绕着 佛像或佛塔 又绕三扎 然后礼拜 一直对他礼拜 拜到他妄念呢 消除了心清静 所以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上师 接下来 他对我很多的众生 这张照片是 他有两大弟子 所以每一个高僧 住在世间 他要走的时候 都会想 我这么辛苦 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我怎么样把佛法 传给弟子呢 一般呢 一个上师 都有两个 很好大的弟子 犹如日月一般 就像中科巴大师 也有甲朝节 跟克祖节 但这两个徒弟 不是我的 这是住持法师的 他的意思是说 当人啊 往生的时候 我也在想 你觉得师父很难找 我可以告诉你 徒弟更难找 新加坡人要出家 是很难的 这个我知道 有很多原因啊 可是问题是 你觉得找师父很难 那有一天我老了呢 当我要离开 这人间的时候 我也想 我学了一辈子的 南传北传藏传的 交给谁呀 我也在拜观世音菩萨 下面一张 这个是阿迪霞的画像 阿迪霞的画像 所以后来呢 因为后宏时期 在朗达玛灭佛以后啊 他所有的正法 就靠阿迪霞尊者 他讲菩提道登论 就是现在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前身 所以伟大的宗科巴大师 文殊师李菩萨的画身 他也读阿迪霞尊者的论 这部论非常好 我也读过 我读过中文跟藏文 非常的殊胜 好 这个是我在五台山 皇教的寺庙拍的阿迪霞尊者的雕像 在新加坡很少 除非是格鲁巴的寺庙 才会有阿迪霞 好 那阿迪霞尊者 他是一个很大很大的 这个菩萨 所以在西藏呢 因为所有的佛法都灭掉以后 当时的人呢 也是讲神通 也讲感应 也讲各种奇奇怪怪的 所以阿迪霞尊者就用自己的生命呢 来度无量的众生 甚至有人啊 下毒 在他吃饭的地方放下去 那因为他念度母的咒 毒就变甘露了 结果后来呢 更殊胜的是因为他的怨心 观音菩萨本来跟他讲 他会减十年到二十年寿命 对不对 可是按照因缘起的法来讲 结果他呢 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西藏佛教到现在很兴盛 道次第非常的清楚 要感谢很多的上师 其中要感谢阿迪霞尊者 所以他后来寿命就很长 等到他断气的时候呢 他就看到度母跟千首观音线前 他是往生观音菩萨的净土 那后来的弟子 当他老的时候很感念他 所以亲自做了一尊阿迪霞尊者的佛像 他有生的时候呢 他非常的高兴 他亲自加持 传说这个佛像 现在还放在拉萨度母寺 好 接下来我要教大家 唱点灯的功德 点灯有很多功德 健康 长寿 福报等等 这个是 请看六十三页 附路寺 是西藏阿迪霞尊者所写的 点灯祈愿文 由这一世尊贵的 Gamaba 十七世Gamaba 以唱颂文的部分 把它作曲 然后由伟大的Gamaba 一个华人的弟子 叫做 Rotzo Roche 他唱得非常好 我觉得呢 这个部分呢 希望大家可以 下次你在海云古寺点灯 我也建议可以这样做 也可以到圣地的地方点灯这样做 所以这个点灯呢 是他在西藏的杜姆寺里面 他的师徒只有十八个人而做的 那这十八个人最后全部都往生净土 所以这个发愿文的功德力是很大 请看发愿文六十三页第九行 大家都有经文 我先白话翻译 你他的经文发愿有点像 华言金谱贤心愿品 愿你点灯的时候 你点灯的灯句要观想等同三千大千世界 你点的这个灯的灯柱像虚迷山亡 所以在所缘境上你要先捧着一盏灯 我只是表演而已 不要紧张 因为今天没有时间让大家点灯 所以你要很虔诚的 所缘境点一盏灯 然后念下面的文 这样子念 我念然后你用听的 要加上观想 愿灯句成为等同三千大千世界 愿灯柱景臣虚迷山亡 愿灯游景臣汪洋 此灯之树 亦展得现于美尊佛前 愿此光明消除三游顶以下 无间地狱以上所有无明之黑暗 愿十方诸佛菩萨之净土 皆得显明清见 然后念 这是起满的圆满咒 这个时候呢 然后呢 你可以继续捧着灯 你可以放下来 然后唱下面的文 这个文呢 是非常非常庄严的 各位讲义上都有 我先唱一遍给你听 我先唱一遍 然后词呢 我明天再解释 这样大家就不会太晚 那你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在家里点灯的时候 你就可以按照这个发愿文 发愿文先念一遍 或念三遍也可以 你自己决定 然后下面呢 你就用合掌用唱的 当然你想要有些场合呢 是不方便唱 没有关系 你就唱 你就观想用念的 好 我先唱给大家听